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件呢 我特别喜欢 它来自这个 Uniqlo 是之前他们出的这个U系列的一件毛衣 然后这个毛衣它还有蓝色和黑色 那这个呢 你从这个镜头上看其实是这种灰色 但其实当你看细部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它里头有一些彩色的这些支线 就特别好看 它和那种就是典型意上的灰色还不太一样 淡一点点藕合色 然后这一件属于这种比较boxy 这种cropped 短款宽松的这种样式 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小扁豆的身材 可以让这个比例能好一点 然后另外呢 这件毛衣的质感特别好 这个毛衣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的这个羊毛 所以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冬天郁寒的一个特别好的单品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它呢 因为是纯毛的 所以就比较扎人 但总体来说 价位特别棒 只有40美金 然后另外就是很轻薄 但是呢又非常保暖 然后这一件是一个素的嘛 所以我觉得配什么都基本上是百搭 所以我这件真的超级喜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ZARA的两件衣服 下一件呢 也是一件灰色毛衣 我最近就比较喜欢灰色系的东西 然后这一件呢 也是非常符合我的身材 就是比较短款 稍微宽松一点 那这个色调就比较正一点 稍微偏深的这种碳灰色的这个颜色 然后在这个毛衣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细节 在这里 整体的质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然后这件毛衣它主要是这个acrylic 所以呢 材质来说没有Uniqlo那件好 但是穿上以后是特别修身的 而且不会显胖 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件衣服 配上像阔腿裤呀 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 下一件呢 还是来的ZARA 那这一件呢 不是一个毛衣 它是一件棉质的套头衫 就是sweatshirt 然后这一件是一个特别中性风的 这么一个上衣 比较宽松 而且比较长 那它是这个TRF这个系列 这个是我一见中性的 因为特别符合我现在这个风格 然后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它中间这个杂线和这个黑底的这个对比感 然后这个杂线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质感比较不错的 给大家看一下 对 镜头上看会显得比较白 但其实镜下看呢 有点这种乳黄的颜色 如果你想走中性风的话 这件非常适合 穿上以后就很帅气 然后又很宽松 很舒服 那我配了一个机车的皮裤加上一个机车外套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穿搭 接下来的两件呢 来自H&M 第一件呢 我觉得是一个冬天或秋冬的一个基本款 我特别喜欢 那这件衣服呢 有其他的颜色 有红色 灰色 黑色 我这次选了一个特别提气色的宝石蓝 就是这一件 这件衣服呢 我们家猫过去了 这件衣服呢 它也是这种短款宽松的设计 然后它的袖口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类似蝙蝠袖的感觉 那除了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之外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领口是这样子的 就是稍微有点高领 但是呢 又不会像那种真正的高领 黏在脖子上 穿上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比较提气质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适合在冬天穿 就是很提气色 然后呢 涂上一个豆沙色的口红 或者说是一个正红的口红 会显得肤色特别好 那我在搭配的时候呢 我配了一条印花的裤子 然后穿了一个藏蓝色的外套 所以呢 这件我是特别推荐的 价钱也特别好 大概只有20美金 好了 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这件衣服 我来当一个人体模特 因为我特别喜欢 如果你刚看视频 就觉得这件衣服好看的话 那我说一下 这件是在H&M买到的 是我最近刚从网上下的订单 那这件衣服我在买的时候 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不知道食物的质感会怎样 但是拿到食物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图说话吧 就非常好 那这件衣服它的这个材质是Viscous 这个材质呢 不是非常的硬挺 让你觉得不舒服 但也不是粘质的那种很软的感觉 另外就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细节 这些小叶子的细节 然后和这个藏蓝色的这个衬托 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另外就是这件衣服 它的这个裁剪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 那我穿的是extra small 有些sweat shirt 即使是超小号 还是非常肥大的 但这一脚呢 我觉得就特别横身 非常非常喜欢 其实呢 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秋冬 衣服的单品推荐 请一定在下面留言跟我互动 那最后呢 就是祝所有在美地的小朋友 感恩节快乐 我们下期见